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整个车头的设计呢 小改款的Passard 其实还是采用了这个 FW 的家族设计 看起来相当的成熟稳重 要怎么分辨它出小改款的车型呢?很简单 就是这个 LED 的日线行车灯 这个LED 的日线行车灯在小改款之前是没有的 它的设计非常的别致 这个也是让你很明显可以分辨出 它是不是小改款Passard 的地方 至于在灯组方面 不管是头灯组还是这个雾灯都是全部LED 的 在这个价位的车款上面我们觉得 嗯这个是标准配备其实很合理 所以在中间你可以看到硕大的FOSWEGEN 仓位 还有这个横条式的镀铬式条 这就是它基本的车头设计啦 在车尾方面呢 LED 尾灯组的 排列方式完全改变了 你可以看到FOSWEGEN 用了很多的 小LED 灯条去营造出这个设计感 其实这个设计非常的有灵有脚 看起来识别度很高 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 再来一点就是这个Passard 的字样 从旁边移到了中间 你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车都这样子做 至于这个尾门 它支援电动开启 开启的方式就是你按下这个FOSWEGEN 的 logo 它就会自动升起了 在小改款之前呢 这个Comfort Lite 还有High Lite 都支援这个功能 Train Lite 是没有的 打开引擎盖 它有油压顶杆 这一具是第三代的EA888引擎 排气量为2.0公升 它主要是取代原本的1.8公升TSI引擎 因为排气法规的关系 所以FOSWEGEN 已经在其他的市场淘汰了1.8的引擎 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个第三代的EA888 它的最大马力是190ps 峰值扭力320Nm 在WLTP的测试下 它的油耗表现是6.5公升 100公里 非常的出色 至于在变速箱方面 它采用的是7速的DQ380 14双离合器变速箱 我们终于在PASAD小改款上面看到了这一具变速箱 所以你不需要再担心干式双离合器变速箱带来的影响啦 值得一提是 原本2.0高功率的引擎 并没有出现在这次小改款PASAD上面 但是2.0的 TSI引擎 我相信它的底气是相当足够了 这个小改款PASAD上面 它的整体的设计轮廓其实和小改款前是一样的 只是做出了一些改变 例如这个仪表 水温表 还有这个油表 是分别在左右两侧 中间是一个大尺寸的彩色液晶屏 可以显示相当多的行车资讯 再来就是这里出现了一个PASAD字样 还有全新的这个主机 这个主机 支援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无线的Apple CarPlay 你只要你的iPhone手机 只需要用蓝牙和它连接 你就可以在上面使用 其他的手机功能 这个就是Apple CarPlay的好处 其实在FORCE VACON的车款上面 Apple CarPlay已经是全车系标配了 可是这个PASAD 才支援无线的Apple CarPlay 剩余的地方就是它原本的USB 变成了Type-C的形式 所以在日常的使用上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 它的全车总共有三个USB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中央扶手 还有一个在后座 可以让后座乘客在坐车的时候 为它的移动设备进行充电 至于在后座方面 基本上维持的和小改宽线一样的风格 我不清楚在海外是不是PASAD有O-wheel drive车型 所以它这个中央鼓起的面积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你如果乘客坐中间的话 会有一点辛苦 然后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辆车支援的是三区的恒温空调 意思就是说后座的这个 除了不能调整风量之外 它的冷气温度可以自由的调整 你要热可以热 要冷可以冷 其实相当的方便 这里还有一个12V电源 还有USB 这个就是PASAD的后座 而乘坐感觉我说其实做起来相当舒适 只是这个 它的发泡 棉有一点硬 可是它的面积相当大 基本上它的椅背已经高过了我的肩膀 所以 我整个椅背的支撑其实是非常出色的 只是头部空间会有一点点的压迫感 我相信如果作为家庭车的话 它还是可以接受的 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PASAD小改款所做的简短介绍 在未来我们还会带来更详尽的试驾 看完这次的影片希望大家帮我们订阅分享 以上就是这期影片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